我们昨天新确诊的病例有12397位 那当然比起我们之前一周 之前一周下降了大概四分之一 国内疫情持续降温 13号确诊数再度下降 其中今晚移入有260例 死亡54例 指挥中心除了在上周宣布口罩禁令的松绑 王斌胜也在13号宣布 指挥中心目前三大工作重点 包括实际走访各县市 归纳2023年度疫苗接种计划 加强次世代疫苗接种 调整轻诊确诊者隔离方式 从5加N调整成0加N 在确诊者通报的部分 指挥中心将朝向指通报重症患者 不通报轻诊患者的方向 修正确诊者通报定义 我想0加N的部分 我想当然这个还是都是要看 这个国内外的疫情 如果照我们的模型的估计推估 看起来我们的疫情会渐渐趋向稳定 那我觉得这时候是一个推展的 这个很好的时机 考量刀林加恩政策不需隔离 疫情有可能会再上升 因此指挥中心并无明定时事的日期 但将会与专家讨论 给予适应其后再上路 而在国内疫情趋缓的情形下 外界也传出新冠肺炎疫苗 和家用快筛式机会走向商业化 价格可能会变贵的消息 指挥中心回应 至少今年不会 我想在今年看起来都是 应该还是都是会公费来负担 目前是至少今年我看起来 应该都是公费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自费的问题 不止国内疫情趋缓 其他国家也陆续推出疫情解封政策 王必胜就指出 23号新加坡解编疫情指挥中心 同时宣布防疫措施常态化 而指挥中心也将评估 国内外疫情做相关调整 有时新闻 我们到此播 让云南台北市采访报道